如今 点万点减万水 十减用 甲围楼香烟 点了点位 空三尺 九九一 五一三 空三尺 三三六 空二六 几月一合礼拜了 点油书流离公图来 七载度座三十件 五点点标诺王圣诞 上午八点半 台中五方冠冬 八关在岐 点了点位 空四 二三百 九九八尺 几月一合礼拜日 油书流来书选公主日 先行到欧行选一千杯 有逢上帝万修 上午九点 家宜煮米欧 共富在天既好发会 家新春团白 点了点位 家宜江藤 空五 二二五 五八八八 家宜中心 空五 二一六六七空空 康福中心 空五 二三空 八三四百 几月四合礼拜三十五 线石羽属成功的日 先行到欧行选十万杯 上午八点半 合春技术学院 大发学区拿求兢 南区联合基班 共富在天新春小采集后大发会 点点 变慢组 好兴 任何定位 各方主比得到 控制3121656 各方方山中心 控制7103522 各方令我中心 控制7221749 各方有穹中心 控制3654369 各方山名苏方 控制222323 王方流通处 控制7831200 主比流通处 控制3827009 各方公山中心 控制222555 各方基山中心 控制6693636 警察十方台地 拥有整奥参加 阿密陀佛 接下来请收看 行走金三角 共生关怀之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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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 订阅 转发 Ochz Auto consig deva naga mahir dhikah kunyam saṃ hanu modittvah hiraṁ ratkhaṁ suropra sāsanaṁ 菩提心是上求佛道 下化眾生的心態與實踐 蘊含包容、大力與慈悲等一切正面能量 而佛陀以一大事因緣 釋现在娑婆世界 请起慈悲法句 傳遍全球五大洲 為局勢燃起明燈 引導眾生心靈之大皈依 慈悲的海淘法師 為了感念佛陀創教之慈敏 啟發眾生之菩提心 並祈願世界祥和、災難平息 近期帶領來自大陸、香港、馬來西亞、 新加坡、台湾、泰國等地 一百多位资宿兩眾 展開太北金三角 共生關懷之旅 清晨的空氣中 隱隱地透露出一股淡淡的芳草清香 何許的陽光灑落在 勻勻郁郁的樹種中 讓綠樹演繹 清脆如茵的大地 仿佛世外桃源 洋溢一片祥和 寧靜之美 行程的第四天 共生之旅 進入了金三角的深山之中 造訪被一片濃郁山林所環繞 覆蓋的偏遠山區純弱 早期的金三角山區 由於住民謀生不易 在生活壓力之下 常挺而走險 買賣吸食鴉片 造成鴉片的充斥、氾濫 更使得許多家庭飽受毒害之苦 進而造成人口販賣 犯罪猖獗 幸好早期有堅韌、苦行的僧侶 近期則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如意法師 與其他的師兄弟等出家眾 在姻緣的巧妙牽引下 深入金三角山區小村落 傳播佛陀的教法 並來到此地設立佛寺 舉辦短期出家 收容小沙迷 一方面弘揚佛陀教法 帶來佛陀的法語滋潤 另一方面也幫助青來山區的人們 逐漸遠離毒品的危害 由於山路狹窄 遊覽車難行 團員們到了山下 得先分批換乘小貨車上山 車子走過一段崎嶇的山路後 大家終於來到了位於山區的惠薩佛祖寺 並參加共加沙 施食及發放物資法會 當地數百位的原住民 聽聞慈悲的海濤法師 以及來自海外的眾多聯友 將來到此地舉辦莊嚴法會 一大早即扶老席幼 從鄰近的山區 趕來參加此一難得的聖會 山上有一座巨大臥斧 這尊全身呈現金色 極附泰國佛教色彩的大臥斧 為附近山區明顯的地標 是數年前在開荒傳道的僧眾號召下 由鄉民們通力合作 居然在一天之內就作造完成 創下了當地的奇蹟 長久以來 沃佛的所在地附近 也就成為當地的信仰 以及生活文化活動的重心 今天在沃佛前方的廣場 早已擺滿了由團員們 所熱心捐贈的一代代生活物資 慧薩佛祖寺 祝寺法師首先代表獻賞袈裟 歡迎尊貴的海桃法師 以及眾法師及典友們的到來 由海桃法師此非接受 隨後在幾位法師的協助下 為巨型金色臥佛 全身包覆上莊蓮的袈裟 供養佛陀 法會中 海桃法師並為大眾慈悲開示 各位在這邊生活 可以說 就以這一尊釋迦摩尼佛為我們的中心 大家圍在四周生活 所以你們應該覺得自己也很幸福 如果你出生在美國 出生在其他國家 你可能連看到佛像就看不到 要看到這麼多出家人也看不到 所以世間有錢沒錢另外一回事 有了佛陀就有佛法 我們就有快樂的機會 所以人活在這個世界上 大家都知道 就像我看到很多媽媽生小孩 小孩子一生下來 如果沒有爸爸媽媽照顧 她可能就活不下去了 所以生命是個痛苦 會老會病會死 所以再多的金錢 那不過是生活享受 但是能夠有佛法 甚至小朋友來出家 來修行佛法 他們就有解脫生死的機會 這才是生命的目的 反而來到這個地方 他們都覺得這個地方很幸福 聽說還有人說 住在這邊多快樂啊 每天拜佛啊 可以看到小沙咪可以供養他們 所以隨喜各位 羨慕各位住在這個地方 這麼幸福 所以佛教有一句話 雖然做皇帝 很有錢很有權利 還不如一個人能夠披袈沙 所以我們剛剛把這個袈沙供養佛陀 希望哪一天我們也可以披個袈沙 來解脫生死的問題 孔雀很漂亮很漂亮 但是他不能飛 還不如一直鴨子自由飛來飛去 所以世間人 再有錢 房子再大 車子再大 像孔雀一樣 但是還不如自由的小鳥 就像出家人一樣可以解脫生死 因為這個世界最寶貴的是佛陀的教法 所以佛經說 你用了一千億的美金去世間做善事 不如在佛陀面前供養一顆米一杯水的功德 因為佛陀是無上福田 所以我們今天在前面為大家供養了這麼多寶貴的食物供養佛陀 大家都來集很大的功德 所以最後我還是要讚嘆各位的福寶 能夠每天親近佛陀 親近很多出家人 讓各位能夠好好的去照顧出家人 供養沙咪 讓他們讀很多書 將來成為一個有用的人 甚至一輩子出家幫助眾生 像我們如意法師一樣 願意來這邊來奉獻 那如意法師用這個福寶來奉獻 各位一定是做過他的媽媽親人 他現在出家了 他能夠把佛法也貢獻給各位 那更重要的 像我們如意大法師能力很好 他沒有在曼谷市區發展 來到這麼遠的地方 這是一種大慈大悲 然後來用佛法教化 所有的小朋友 所有的整個山區的人 太慈悲了 所以這是大家的福寶 那更重要的 我們來自於每個地方海外的人 大家也多護持 看到我問如意法師 後面要蓋吃飯的地方 要蓋出家人住的地方 然後大家可以出拖一點錢 好不好 好 隨後 團員們提著一袋袋的百米 石油等生活物資 發放給當地的原住民 面對遠方來客的善行 住民們接受時 紛紛合掌表示感謝 臉上也不禁綻放出歡喜 滿足的笑顏 另外 由於當地醫療及生活物資貧乏 常有村落住民過世 而無力安葬 團員們也特別布施六十具灌木 宮崎海桃法師代表 鄭宇山地村落 由當地的村長代表接受 藉著此次參訪金三角山中村落 接觸當地的原住民 即感受他們簡陋的生活環境 更加啟發大眾 廣發菩提心 效發佛陀的慈悲願力 以佛法幫助更多族群 圓滿這次共夾沙 施食祭貧的善願 近五十分 大眾來到魏魚山腰 關懷由邊界警察 所設立的阿許旺小學 下課的鈴聲一響 學童們拿著餐盤 儘然有序地在餐廳門口 排隊等候打菜 進入餐廳做好後 校長恭請海桃房